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张晋芝 南朝永家安顾人 人心慈爱 年轻有志 曾做过五官主部和永宁安顾两县领校尉 家境富足 每到荒年 张晋芝尝广散家财 旧季相礼 这一年又与大荒年景 比以往任何一年的灾情都严重 十周了 大家排好队 别挤着 人人都有份 好好好 谢谢 好好好 下一个 大娘 您拿好 慢点走啊 你们老爷真是好人 小心 慢慢喝 别烫着 父亲 这么多的人吃不上饭呢 年景不好 荒年庄稼颗粒不收 让这些依靠黄土吃饭的人饥饿难熬 苍天不知百姓的苦啊 给 吃吧 来 来 吃吧 谢谢哥哥 老爷 外面这么吵 到底怎么回事 回老爷 张大人家在诗周呢 还诗周 昨天不是已经诗过了吗 小的听说他家要连诗七七四十九日 是 说是明天还要给那些遭灾的穷人和乞丐设银子呢 真快如此 找这样下去 岂不要把祖宗留下的那些家业都散尽了 张大人言出必行 应该不会欺骗百姓 你敢向着外人说话 小的不敢 老爷您也是菩萨心肠 那天您出门不还给那个要饭的三个铜钱吗 就是 那天你把咱们不穿的那些旧衣服拿去给那些百姓分了吧 老爷 您真是大善人 守着这么个讲义气的邻居 怎么也不能让人笑咱们小气 对呀 试试这个礼儿 那小的下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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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爷 您进去休息吧 累了一天了 剩下的让小他们去分吧 嗯 老爷 家里的粮食已经很少了 能送的财物也送的差不多了 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能撑多久是多久吧 遇上荒年只能少饿死一个是一个 少冻死一个就多活一个 生 亦我所欲也 亦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监 舍生而取义者也 父亲 我儿踏有进步 送的不错 父亲 您能给孩儿讲讲这个义字的意思吗 这个义字在这里就是正义道义 是正直的行为 是我们应当做的 人活于世不能苟且投生 若见义不为便是无庸 我儿当记住 大丈夫行事要光明磊落 必要时宁可舍身取义 而不能见利妄义啊 子鹿曰 君子上涌乎 子曰 君子意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意为乱 小人有勇而无意为道 父亲 孩儿不明白 同样是学生 为何恐夫子对子鹿和然有假的话不同呢 这便是圣人的智慧了 夫子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 子鹿性子急躁 所以父子就劝他三次而后行 而然有性情和缓 所以父子就叫他文艺而行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老爷 外面有个人说是您的朋友 您见不见呢 让他进来吧 如果不是有集市 一定不会这么晚来拜访 未知 锦志兄 我被人诬陷了 后面有朝廷的追兵在抓我 快 快请进屋 原来如此 未知 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锦志兄 自此 张锦志的家中 多了一个穿着朴素 却颇有气度的中年人 未知 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 不知道合适不 我 多谢嫂子 嫂子 费心了 未知兄弟 不要客气 谢谢嫂夫人 未知 快出来吃饭吧 未知 吃饭啦 未知 未知 你怎么了 我 我 我可能是病了 未知 未知 好烫啊 得马上请大夫 大夫 她的病严重吗 张大人 您这位朋友的病虽然不很严重 但要想痊愈 恐怕 请您快点告诉我 怎样让我的朋友快点好起来 花多少银两都行 这个需要配两位名贵的药材 我给你开个药方 你按药方抓药 条理数月 即可痊愈 多谢大夫 来人哪 拿银子来 不不不 张大人 您是远近闻名的人人益士 数不清有多少乡亲 受过您的恩责 贫医 素来仰慕大人为人 这屈居枕废 不足寡耻 多谢大夫 家里还有多少银两 已经没有多少了 昨日我把玉镯卖了 所得银两按老爷的吩咐 送给前院瘫痪的宋爷爷 和后院失明的李婆婆了 可未知的命怎么办呢 把这个卖了吧 老爷 使不得 这和雁台是你祖传的宝贝啊 老爷平时那么珍惜 怎么说卖就卖呢 雁台虽然贵重 但怎比得上朋友的性命和情意呢 金之兄 我来府上讨饶多日 你和嫂子对我如同亲兄弟一样 未知真是无以为报 未知 这是哪里的话 你我既然朋友一场就不分彼此 快躺下好好养病 等你病好了 我们再好好对弈几句如何 好 日复一日 张晋芝极尽诚意和能力 像对待亲兄弟一样 对待王未知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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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 我好了 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金之兄 看我真是高兴得糊涂了 时间还早 金之兄可能还没起床呢 不对 金之兄有早起读书的习惯 我还是过去看看 这便如何是好 老爷 最近外面风声很紧 到处都张贴朝廷缉拿的药犯 我看咱们还是把这件事 和未知说了吧 不可 未知和我是多年好友 他落难我岂能不管 何况未知乃是受人诬陷 和那些十恶不赦的罪犯 怎能相提并论 只是我怕朝廷万一追究起来 妇人之见 我张晋芝岂是出卖朋友 贪生怕死之辈 老爷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不如暂时让未知去乡下躲躲 夫人此言诧异 我们这里民风淳朴 邻里乡亲都与我熟识 想必不会有人恶意告发 只要我们再多加小心 应该无妨 就依老爷之见 管家 老爷 有什么吩咐 未知什么时候离开府宅的 王大人 早起我还看见他往您的书房去 他并未说要出门呢 你去那边找找 是 老大 这家虽然看起来有些败落 可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受死骆驼逼马的 今天我们发财了 不行 这家不行 咱们换一家 老大 这盗嘴的肥肉为何不能吃 你没长眼睛 看清楚了 这是张进之张大人的府邸 谁敢跨进这里半步 我就 老大干嘛动那么大的火气 对呀 这是张进之的家 无论是谁 都要越掌门而不入 绝不能进去抢掠 这是行李的约定 张进之 张大人又怎么了 做官的能有几个好人 他家为何就不能抢了 你才来有所不知 张大人是大仁大义的贤士 美育荒年总是散家财救济乡里 从不吝惜钱财 一直到把家里的财物散得差不多 重复到了熊 对于这样仁义的人 咱老大佩服的还来不及 你还敢去抢 就是其他的同道中人 也都是闭过张大人家的门不进去的 那道上的人能守约吗 当然 我们道上也是讲个意思的 原来是这样 你们还磨蹭什么呢 快跟上 老爷 外面刚来了一群人 手持刀蟹 在门外叫嚷了一阵 会不会是官兵啊 武皇 随我出去看看 不是官兵 是一伙强盗 画府要遭殃了 快拦住他们 那画府老爷向来为富不仁 守着钱财 看乡里荒年挨饿 抢了他不正好 你在说什么 还不快去 是 大爷 张大人有何指教 看英雄一伙人持刀入画府 怕惊吓了府内女眷 都是乡里相亲的 亲如一家 还望英雄三思啊 张大人 遇此打荒年警 兄弟们也是不得已 家里七小都要吃饭 张大人的仁义名望被乡里传送 那画府和张大人不能比 我们不能进张府 却进得了画府 此言诧异 因为年景不济 忍饥挨饿是谁都不愿意的 画府虽然没把钱财拿出来振记乡里 可他的钱财也是自己挣来的 如若你们抢掠了他 他不是和荒年一样让人去挨饿吗 兄弟谢张大人教诲 兄弟自有分寸 两个兄弟随我进画府 其他人等在原地 你 张大人 画老爷已经答应了 明天散财失粮 振迹相比 真是英雄啊 告辞 张大人 告辞 这大热天的 坐下喝碗茶 解解渴吧 又拉婆婆了 这位先生好像不是本地人 给您的茶钱 这位先生 您的茶钱给多了 那些个小事 你也想找到 你给您的茶东西 他可能拍下来 做小事 你不许是 你的茶 你也想要 做小事 感觉 做小事 那儿 今天 走 未知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卫之 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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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无知 放心吧 你的那位兄弟没事了 过一会儿就会醒来 义是德的体现 义就是威义 本义是理容威义出于自己 董仲书说 人就是义 义就是我 指的是人一定要体现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 而义必然体现在自己内心的取舍上 散财救荒是义的表现 因救荒而至贫困 这是人所难做到的 救助难游也是义的表现 金酒仍能表现出诚意 这也是很难做到的 投水救游 险些送命是义的表现 这又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张靖之一声广布 连盗贼都被他所震慑 相约勿犯 是后世异形的典范 对不为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